英国《经济学人》杂誌日前用Bumbler来形容马总统 引起了各界不同的解读 而今天又有民众发现 在日本的姓名占卜网站上输入马英九三个字 出现代表词竟然是繁庸 让很多民众大呼好准 而苏仁昌算出来的则是正火 代表可以冷静面对困难 打开日本的汉字占卜网站 用马总统的名字马英九 算出来的代表字竟然是繁庸 实在有点尴尬 马总统说你繁庸你会介意吗 大家都有评论了嘛 自有公平 我不好怎么样批评他 这个人民自有评断 马总统的这样子的形象 不是只有在英国的经济学人 连在日本的网站也都相同 平凡无庸之意 对本身的意思是这样子而已 马总统是繁庸 那其他人呢 周美清的名字算出来是催眠 吴敦义的代表词则是浓密 新北市长朱立伦是很特别的起立 我觉得名字是父母取的啦 那个各个网站用各个解释 只是当做一个好玩的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是希望他有站起来有所作为之意 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算出来的代表字是正火 前主席蔡英文则是吴秀 又有什么含义 正火就是有一些纷争起来的时候 它会比较冷静的去面对跟处理 它做事会让你觉得它是好 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它是很稳扎稳扎的意思 我们也不要常常吃冬鹼 吃清淡一点对身体会好一点 这个无锈炎母 对我们大家来讲会比较健康 正火这个我只知道台湾人民确实很火大 确实是需要防灾救火 要消火器 占谱的结果蓝绿各有解读 算了准不准民众心中自有答案 民事新闻中文道 政府自行在冰箱里面对 AIDS genuinely想必须 你们现在是有 wonderful 人 每个人都见过 我们产品